Cemberley 谁啊 来 带我来 为了给你们更多的时间准备 中午饭饭是什么 我下去给你们买 不用了 我点回卖可以了 那个 因为Steven给他们都点饭了 所以我 哈哈哈哈 好的 谢谢 先来 我下次我下去给他们买 哈哈哈哈 打架了 叫你腿不好 哈哈 我要穿了 哈哈 我们Steven腿脚不变 激动死了 说我恨不能下去 这个挺好 卖一份 青花鱼 好 是这个 外卖可以吗 可以 好 这都是套餐吗 可以套餐 嗯 两个青花鱼饭 两个青花鱼饭 一个 两个青花鱼 一个卖鱼 一个卖鱼 都是要沙拉吗 对 都是要沙拉 里面不含饮料的是吗 里面没有包含饮料 啊 ok 好 行 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去拿咖啡 吃饭 好 我去找Kimberley 好 我去找Kimberley 吃饭 小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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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在这儿 随便 你两边坐行 好 我来坐这边走 沙拉 对 它那个基础材料都收到了 嗯 可视话 我刚刚问了一下刘思远 他说不但不局限于PPT 嗯 各种形式都可以 图表 我的文档也可以 嗯 你只要是一遍 思维倒退也行 嗯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分工就是 先把 基本的法规看一遍 嗯 把论点找出来以后 我们去看一下人家的 可视话汇报 什么样的形式 对 我们去再去采纳 你看到怎么样了 基本的构成要见看了 嗯 那具体的 嗯 还没看好 刘律说他两分钟就已经搞定了 这个案子 嗯 肯定是有一个很重大的点 嗯 同意 不过我不太了解 那个 二级市场投资者什么意思啊 啊 崇利您知道吗 就是股民呀 啊就是股民吗 嗯 二级市场投资者不就是股民吗 好 哈哈 你也开始像我一样 看着这些其实看不懂 你原来的股票一点接受有没有 我一点都没有 没干你啊 没接受过 今天这个案例这种呢 是有一定挑战的 因为对你们来讲 需要熟悉案情 找到相应的法规 以一个律师的一个整体的思路 来对待这样一个事情 那当然是要求是提高了 比对一般实习生的要求是提高了 嗯 那也就因为这样 你可能成长得更快啊 嗯 嗯 嗯 不过我觉得 我还是蛮亲近咱们拿到了这个课题 比另外一个课题稍微好一些 嗯 嗯 还是成为抽签抽得好 嗯 嗯 你们洗牌洗得好 每个人都有功劳 那会报过程中律师你们会提问吗 把我当当事人 当客户 我能听明白了 我就不会多问啊 嗯 我听不明白我自然要问 嗯 对吧 这次分值有40分 我希望我们拿35 切记你是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不要着急忙乱 从容 语速不应快 也不要慢 换点明细 废话不用多讲 跟客户讲言的过程 就类似于像 做演讲或者说做表演一样 你必须把自己的 所知道的做准备好的东西 从容的演出来 从容的说出来 你要取得客户对你的信任 你自己讲的都做说说的 肯定你要觉得心里就 对吧 对就像你们比刚来的时候 第一次 就像刚来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就汉堂堂 汉堂堂的 现在应该不至于吧 哈哈哈哈 我要正变一剧 但是因为那天真的非常非常热 哈哈哈哈 对 没事陈略我来 就放这边吗 请分手准备 好 谢谢陈略 你去买饭吗 还是 我叫外卖 叫了外卖 我现在去买 你们去买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下去转一转 我去卷一卷 然后就这家吧 你这有什么招牌的面 招牌的面 招牌面 可以啊 够了啊 来 稍微等着 开饭了 开饭了 嘿嘿嘿 好 我们先把饭吃了 哎 我们正好碰到一起吃饭 对呀 正好 你家两个同学也过来吧 喊了 我让他们说一声 不过来我就给你们提示了 对 我说过来了 哈啰 哈啰 我说你们家再不来 我就给他们提示了 我看你们已经开始画图了 开始可视化了已经 对 我们已经可视化了 你们研究又到什么程度了 还是决定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展示 基本上说了就等于有结果了 是吗 一步 这两个题都是一步到位的 就是那个关窍 打通了就打通了 打不通他们就憋着了 我也好像知道 我会在四点的时候寻一下你们 能不能早一点 如果四点你们两组都没有通过的话 我就统一提示 但凡有一组通过了 我就不再提示 哇哦 能吃饱吗你们 可以 可以 欢迎你们两点的时候 下午可以吃青鲁鲁鲁 下午我忙完了 然后我可以去给你们酵下午茶 哇 你好 哇